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开玩笑写了一篇文章 就被赶出了佩王府 然后呀 王博就到处流浪 来到了四川 还认识了一位被称为王长使的人 这位王长使非常看重王博的才能 经常帮助王博 还和王博一起喝酒淫湿呢 因此王博心里非常感激王长使 可是呀 有句话说 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 意思就是无论是谁 总会有离别的时候 这不王博也要和王长使说再见了 想到这次分别之后 可能就没有机会再见到这位好朋友了 王博非常伤心 于是就写下了这首送别诗 秋日别王长使 秋日别王长使 唐 王博 别路余千里 深恩众百年 正悲西后日 更动北凉天 夜色隆寒 夜色隆寒雾 山光脸木烟 中之难在凤 怀得自山然 王博收拾好包袱 准备离开 王长使一直在叮嘱他 要好好照顾自己 王博的眼眶一下子就湿润了 说道 别路余千里 深恩众百年 在这里分别之后 我们之间就会相隔很远很远了 但是 您对我的恩情那么深重 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 正悲西后日 更动北凉天 本来就是很悲伤的秋天 偏偏又遇上了分别 王博心里更不是滋味了 野色隆寒雾 山光脸木烟 这时候 田野里笼罩着一层雾气 远处的山也蒙上了一层云烟 看起来白茫茫的一片 让人感觉冷嗖嗖的 中之难在凤 怀得自山然 王博握着王长使的手 跟他告别 还是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说道 好朋友啊 我知道 这一次分别之后 我们就很难再相见了 那么就让我怀着一颗感恩的心 来跟你告别吧 王博的这首诗呀 博物就像是自己心里浓浓的忧愁 怎么敢都赶不走 其实不只是王博 还有很多诗人都会借用物来抒发自己的忧愁情绪呢 比如 宋代女词人 李清照 就在《醉花音》里写道 博物浓云 丑永昼 锐脑消金兽 意思是说 李清照从窗口望去 外面到处都是博物弥漫 烟空中也铺了一层厚厚的云 这样凄凉的景色 又勾起了李清照心里的忧愁 看来呀 这朦朦胧胧的雾 真是寄托了不少诗人的情感呢 在这首《秋日别王掌史》中 王博运用借景抒情的手法 通过对雾的景色描写 充分地表达了他即将要跟好朋友分别的忧愁之情 小朋友们也可以学习一下这种写作方法哦 最后让我们一起来朗诵这首诗吧 《秋日别王掌史》 《唐王博》 《别路于千里》 《深恩众百年》 正悲西后日 更冻北凉天 夜色冷寒雾 山光脸目烟 中枝难在凤 怀得自山然 下期节目 豆豆姐姐会给大家带来一首 刘雨昕的诗 《石头城》 那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哦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了